哈嘍 大家好 我是大師 喜歡我的頻道 記得按下訂閱按鈴鐺 記得追蹤我的IG、FB、Twitch、Bilibili還有Discord 好 今天帶來聽聽節優神在寧的官方 有廣告春藍的技能 那他的職業是鐵位 屬性是鹽 又是鹽屬性的 天賦是福林順義 可以替鄉林兩個內有方承受所有的攻擊 這是天賦喔 天賦就有了 就是兩個內 所以不用再像依依一樣要放技能才有兩個守護 那回合開始的時候呢 自身二到三個範圍內的範圍內 有存在其他有方的話 可以獲得這個福林的BUFF 然後有三回合 那福林的BUFF是移動力加1 然後到後面是加2 可以跨越障礙 而且 物攻的10%到15%附加至 物防跟法閥上面 那還蠻多的耶 看起來也是比E1強了 那這樣子 不但是物防跟法防好像都蠻高的 那 就要看實際上 商機之後 他的物防跟法防的那個數值是假還是1的 如果這樣蠻不錯的 一個是直接可以幫忙扛 扛傷害 然後又可以加這個把物攻的攻擊力加到物防跟法閥上面 那他是不是可以當成物防雙鏽的一個角色呢 感覺可以齁 好 那策劃之後是自帶兩個不斷的 不斷擋的護衛齁 我覺得這一點還蠻不錯的 好 然後再來他的特色技能呢 是吸扇奉行 向前衝鋒 喔 還可以帶人喔 可以帶後面一個 攻擊範圍內所有敵人造成0.3倍的傷害 衝鋒開始時可以 衝鋒開始時攜帶 點自身放回內一格內物攻法攻最高的一名有方 OK 物攻法攻 OK 自身落在絕學射程外 可以大打的格子齁 並在後方放下 且共同獲得神淚狀態 喔 衝鋒之後加神淚 哇 那蠻不錯的 像李逍遙啊 他可以載兩個人 但是他就不會加神淚這件事情 他 他的那個 玉劍飛是不行的 除非你帶天鋼戰器 還蠻不錯 可是他只能帶一個人嗎 就是當有一個很遠很遠的敵人要趕快去殺他的話 就可以用這一招帶過去 你看啊 用李逍遙的飛刺帶了 帶那個春藍 然後突然再衝一次 哇 那個距離多遠啊 好 再來 技能騙岩則獄 他是被動齁 遭受攻擊 而且是對戰之前齁 可以驅散兩個buff齁 驅散不然兩個buff 喔這個還不錯 對方的內收的電槽 0.5倍的傷害齁 這個是對戰起來對戰後 沒有講 感覺是 看一下後面 以自身範圍為AOE齁 能夠驅散地方一個 驅散一個 驅散一個 這是範圍內的傷害齁 有異狀態 並且在進攻同時 下落敵方 被動 然後他的 被動提供的是 對戰前驅散 可保證 春藍自身的生存能力 可是他這邊寫 這個這個很好懂啊 被動 可是這個是 是怎麼回事 他怎樣會觸發這一個 被打 被打的時候就會觸發嗎 好 反正就是一樣有傷害對不對 被打完之後放 1.5倍的傷害嗎 然後再來一個技能 九氣護向 這招式還蠻帥的 我家外面在放鞭炮 所以會有鞭炮聲 主動使用的時候 護衛範圍 最高三格 且自身 周圍三格張開領域 護向 兩回合 這個buff是 範圍內所有友方遭受 護傷 減免50% 且施術者自身免傷 提高10% 哇靠 也就是說你要幫忙 扛人家傷害的時候 這招要記得放 因為免 呃 免傷提高10% 這蠻有用的 然後所有友方遭受 護傷又減免50% 哇 那感覺是 好像要抽了齁 好 這蠻實用的 被動性能齁 遙踏方程 遭受攻擊 對戰之中齁 自身免傷 提高15% 然後造成傷害之後呢 如果還有移動力 可以再次移動 OK 這個 如果是兩個被動 我會比較 嗯 要看狀況 看狀況 好 再來是一個是什麼 破滅退 會 亡了 了 這是是了還是亡 亡嗎 破滅退亡 攻擊單個敵人 OK 單體技 然後造成1.3倍的傷害 對戰之後呢 觸發撕裂 然後立即造成一次傷害 撕裂是狀態乘數 乘上施駕者70%的物攻 並施駕2層施裂 這兩回合 那施裂是遭受一次傷害呢 行動結束時遭受一次傷害 然後這個傷害 就可以是施駕者物攻70% 上限是7層 那這個可以放在那個 BOSS上嗎 如果可以的話 應該蠻可觀的喔 那大家要看春藍的物攻可以到多少了 因為通常坦克的物攻應該不會太高 最多是490%的物攻傷害啦 也是很多啦 也是很多了 我看一下春藍的本身的設定是瑞獸地廳齁齁 那作為騎兵的行銷 而且他還有坐騎啊 有一個坐騎也很帥 然後加上坐騎的關係好 所以他有高機動力齁 然後再來是天賦 只有自帶兩個的護衛能力齁 這一點是真的很棒 哇那我會抽耶 好他技能組合 9C護下 破妹 破妹 然後搖踏 然後這些技能 就是到時候再去做篩選啦 這邊先參考用就好 好推薦套裝宙石兵 防野跟羅鬼齁 然後我覺得最有特色的啊 就是天賦啦 天賦的部分 然後還有增加移動力 就是讓坦克他的行動速度快一點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這個神銳的部分 帶人家向前啊 然後會加神銳 這個蠻重要 而且持續兩回合 然後再來是這個區域上有益狀態齁 這個也很重要 然後還有9C護下 9C護下 9C護下 然後 這個單體技啊 但是 就看你的村長會不會 會不會主動攻擊啊 就是要做一下取捨 他整體技能看下來齁還算是蠻不錯的 我個人是會抽的耶 我是會抽的 好 那今天的情報就到這裡啦 那希望大家會 大家喜歡村南這個技能的部分嗎 歡迎在底下留言跟我討論 那喜歡我的頻道 記得按一下訂閱按鈕跟鈴鐺 記得追蹤我的IG FB Twitch Bilibili還有Discord 感謝各位今天的收看 大家拜拜 新年快樂